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像是德州人的说法 Skin 你的皮肤组成共有三层 表皮 真皮和皮下组织 我们这趟旅程要从表皮开始 这就是皮肤的最上面一层 它是你个人的防水盔甲 可保护身体不被细菌感染和受到伤害 这套盔甲配备有脚蛋白 是一种可让头发和指甲坚韧的物质 这套盔甲的寿命不长 四到六周后 旧的细胞就会完全被新的细胞所取代 顺带一提 你在家里发现的灰尘中 有一半都是老化的皮肤细胞哦 他们还说我很会掉线呢 我们还会完全地脱皮 这发生得极为缓慢 因此我们不会注意到 如果你在缩时摄影的影片中观看整个过程 看起来就会像是一条脱皮的蛇 但人的皮肤面积要比蛇大得多 如果将之摊开 成年人的皮肤平均为二平方公尺 重约九公斤 或有如一张双人毯的大小 表皮看起来就像有着 源源不绝细胞输送带的工厂 但这却不是皮肤唯一的保护机制 开始时候更深入旅程 并认识一下住在这里的免疫力战士 零八细胞了 他们会和穿过人体盔甲的细菌和微生物战斗 哦 大家好啊 我们没有要惹麻烦 只是到处看看而已啦 我们的旅程更深入了 来到了表皮的底部 你的盔甲就是从这一层开始被制造出来的 盔甲在这里还很软 然后会逐渐升到最上方 我们还会看到产生黑色素的细胞 人们会因为黑色素的缘故而产生肤色及被晒黑 但不止阳光能改变肤色 要是你吃了很多胡萝卜 皮肤可是会变成橘色的哦 不过表皮底部最酷的畅能力 是它能像太阳能电池那样的运作 有了这种能力 皮肤就可以把阳光转换为 能提供人体能量的维生素D了 我们现在要往下去到真皮 这是第二层 也是最厚的一层皮肤 但实际的厚度会依所在的位置而有所不同 最厚的皮肤在你的脚跟 而最薄的则在眼皮 我们正穿过手臂的皮肤 因此还要走上一段时间 真皮的内部又湿又滑 先进入眼帘的是像吊床和松紧带的东西 我们可以像杂耍艺人一样的跳上去哦 这是两种蛋白质 多亏有了它们 我们的皮肤才会有弹性且能伸展 再挑最后一下 我们就会降落到两座森林附近了 第一座是神经和受体的森林 哎哟 别碰它 它很敏感的 神经会记录下最轻的触碰及温度的变化 并发出讯号给大脑 大脑会辨认这些讯号在让你有受伤 暖和 寒冷 湿湿的 干干的 甚至痒痒的感觉 那么如果皮肤这么敏感的话 为什么你不能骚自己的痒呢 当我们试着这么做时 大脑事先就会知道我们将对哪一区的皮肤骚痒了 它们也会知道骚痒的力道和强度 一旦大脑知道了这些资讯 就会降低敏感值 但是当其他人对我们骚痒时 大脑则会增加敏感性 好让身体能迅速反应并自我防御 接下来到第二座森林 它是由看起来有如巨树的毛发所组成的 它们到处都有生长 但杂根之处并不是地面 而是在小小的肌肉上 当你觉得害怕 寒冷 或甚至听到很棒的音乐时 这些肌肉就会收缩 让你的毛发竖起 这一区有很多血管能控制你的体温 当你在健身房奋力运动时 这些血管会扩张 好让你比较凉爽 如果你走到寒冷的街道 却忘了穿上保暖的衣服 那么血管就会收缩 以尽量保持温暖 但要是你在大太阳下跑马拉松的话 看 你的皮肤就会从这里释放出汗水 对了 汗水其实是没有气味的 只有当它与皮肤细菌接触后 才会发出难闻的气味 现在我们已经比较凉爽些了 该更深入看看咯 这一层是如此的美丽又让人着迷 整个皮肤的结构都取决于真皮 就像任何一栋建筑物的地基一样 并且当然咯 这样的建筑需要更高的安全性 真皮拥有自己专属的免疫力守护者 吞噬细胞能够与细菌对抗 出现在我们周遭的好像只有坏细菌 但其实我们也是有些朋友的 它们会和你线体所产生的油脂一起出现 这些细菌可以帮助你的免疫系统 来对抗有害的微生物 是时候要进入皮肤最深层 也就是皮下组织了 因为脂肪的缘故 这里非常柔软油腻 到处都是脂肪啊 但由于这些脂肪 我们才可以舒服地用屁股坐着 不过这可不是脂肪唯一有用的功能哦 当我们饥饿时 身体就需要脂肪 脂肪可以当作燃料 也可以当作器官和肌肉的一层柔软保护 但最酷的一件事 是脂肪会制造出瘦素荷尔蒙 你在吃完晚餐后会觉得很饱 不是因为你的胃真的装满了东西 而是因为瘦素荷尔蒙传达给你这个讯息 没错 脂肪能控制你的食欲 而不是你的胃哦 假设有个很小却又狡诈的细菌 成功地钻了进来 并躲过了免疫战士的法眼 然后他进入了真皮 游泳越过了油脂腺体 走过了毛发森林 并逃过吞噬细胞这一关 深入到了脂肪层 这个细菌已经通过了所有的皮肤保护层 现在即将感染人体了 但可没那么快 它惹上大麻烦咯 皮下组织也有着被称为 巨噬细胞的免疫力守卫者 这些细胞是在骨髓中被制造出来的 当一开始遇到麻烦时 这群战士就会抵达 并摧毁不速之客 现在我们将会看到皮肤最酷的功能 再生 当我们受伤时 伤口会被凝结的血块给覆盖 这层壳的外部会变硬 以保护人体不受义务侵害 接着纤维母细胞会出现在血块内部 这些家伙会用疤痕组织来修复伤口 疤痕组织在这里是很重要的 对了 这些家伙并不属于工会 但还是在工作哦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不参加罢工了 只是开个玩笑嘛 真的啦 想象你家有扇窗户坏了 外头开始下起倾盆大雨 而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座城市最优秀的维修工人 现在正忙着 但你不能再等了 因为雨正流进你的房子 所以你打电话给一位比较便宜的维修工人 他可以很快地把窗户换掉 这栋房子和坏掉的窗户 就是你那有着小伤口的皮肤 而雨水则是外界的细菌 那位比较便宜的维修工人又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疤痕组织啦 一般的皮肤是由朝着各个方向的纤维所组成的 但是疤痕组织却只有平行方向的纤维 纤维母细胞会使用疤痕组织 就是因为它比一般纤维的再生速度还要快得多 而你的伤口需要快速地修复 正因如此 疤痕上的皮肤才会看起来不太一样 这些就是皮肤运作的真实情况咯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